打完了加强墨影龙 该谁了呀 该加强版的凋零了 不过打完墨影龙 这个龙蛋可是大有用处 首先他给做一套装备 这龙水晶装备 配合上我们的最终之剑 这可是打墨影龙的战利品 咱们算是换上了一套 还不错的装备 我也只能说还不错 因为在这里边 这个龙水晶装备 那就是地中地 对不对 不过打一个加强版的凋零 我觉得应该是 轻松小K斯 要比我们打这个 加强版的墨影龙 要方便得多 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关注 手机版夜峰工作室 也就是MCS工作室 也做了巨兽生存和泰坦生存 大家给提的意见呢 我们也听进去了 并且已经做了改正 比如说刷新太高 刷新频率太快 我们都给大家调的难度更低了 刷新频率变少 现在我们穿了这套装备 在主世界没事 但是到地狱可能会变黑 这有个盒子 我刚发现 我背包里居然还有一个盒子 来 随口直接拿出二楼神殿单身 换一双 非常不错的装备 什么东西 二楼你真倒霉 给我弄了个皮革甲 有你的 真有你的 地狱门就在旁边 走 咱们去地狱 有人说去地狱干嘛 当然是拿着凋零 什么贵啊 这么贵吗 我九千万只能买几个头 一个头五百万 怪不得 拿三个头就行了 我去地狱主要就是去拿灵魂杀 这个东西拿到了就可以挑战夹强版的凋零 众所周知 夹强版的凋零 不好意思 大了个个 实在是抱歉 夹强版的凋零是非常厉害的 血量估计要比那个夹强版的魅龙还要高 咱们先回家 OK 已经拿到我们想要的材料 不在地狱挑战 因为地狱 哎乱了 如果我在地狱召唤的话 可能会召唤出泰坦来 哎不对 没打败他怎么可能召唤泰坦 这离我家有点近 我建议是往上来一点 至少让他有一个跑的距离 看 我现在已经黑了 所以我要打他的时候呢 咱们一会儿别忘了 把这个东西 头盔 看看改成 第三人称视角 哎 我怎么飞不起来 好 这两个装备有冲突 只能穿着这个装备飞 那我们就改成第三人称视角 这样的话 我也可以正常飞行 不影响我的正常飞行就行 哈哈 来吧来吧 一 二 三 凋零 兄弟们 强化版的凋零 让我看一眼 他有多少血 3522滴 我想起来 是随着时间增长的 还好 我召唤的比较快 咱们属于是 第八级就召唤出他了 然后就 一刀把他给秒了 哈哈 下界之星 启提下界之星 这套装备 咱们就不用穿了 只有在打 特殊的boss的时候 我们穿他 没有特殊boss的时候 咱们就不动他了 哎等等 我想起了一个特殊boss 下界之星已经拿到了 看看下界之星能做什么吧 哦 可以做一种剑 别的呢 信标 炮塔 漂亮 这炮塔可是打凋零 打泰坦的 一个重要的东西 磕金罗里 这是没办法的时候的办法 超级熔炉 也是个好东西啊 啊 建筑权杖 好东西 行悲门 我突然发现一个好东西 建筑权杖 我来试一下 先把它卖了 这属于创造版的建筑权杖 咱们普通的生存模式也能做的吗 这是可以做的吗 哇 这真的是可以做的 太棒了 拿它 我就可以轻人一举 建出我们的 泰坦竞技场 到时候我用炮塔 就可以锁定那些泰坦 让它们生不如屎 现在我要去趟地狱 有人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地狱 但是我要带你去一眼 因为我们的巨兽就锁在地狱里 先不着急挖矿 我们还差一套装备 因为这套装备啊 它总是黑瓶 而且呢 提供的属性并不是很厉害 所以我们要把难度打开 格局打开 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了地狱 地狱里边就会产生一种强大的能量 这个能量是谁发出来的呢 没有猜错 就是我们的那个 叫做什么来着 巨兽 哥拉斯 穿上它 现在这边已经有怪了 我先看一下 我有没有把那个mod加载进来 加载进来了 我已经看见了 在这里应该就是红莲哥拉斯的一个地盘 走两步可能就会遇到 但是也不排除会遇到泰坦 我听到声音了 我只需要一下 我就能把它带走 紧接着我就可以获得我们想要的物资了 它在什么位置 听到了声音 你再给我打 小小恶魂还真是狂啊 我怀疑在这边 我和巨兽在哪里 我已经听到声音了 不要躲了 我知道你在哪儿 哈哈哈哈